原宇宙 原宇宙这个概念 从原本大家的半信半疑 到现在好像股价涨上来了 国际大厂争相投入了 大家对于原宇宙 好像稍微看得清楚一点点了 那接下来呢 这个商机到底还会怎么发挥 我想的确没有错 是让大家有兴趣 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黄仁勋 就是这个徽达的 CEO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演说 他真的是让你觉得 这里商机无限 而且老实说可能一开始看 我都觉得说好像在吃人说梦 可是看久了 你会觉得还真的有这么一点道理 当然这张是从徽达官网里面 其实相关的一些 我只截图出一张 这个长得很像黄仁勋嘛 对不对 但其实不是 这是他在原宇宙里面的一个人商 他的虚拟人 对不对 然后他所推出的 这个他原宇宙的一些整个系列概括 他是专门为什么 开发互动式智慧虚拟人物 结合而生的平台 这真的是相当的一个有意思 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呢我们看到 其实他不是在最近才讲 是让原宇宙这个概念 最近才讲的 应该就是 Facebook这个主客博 对不对 那这个他在6月份的时候 他这个 黄仁勋就告诉你 他就透过视讯分享未来的预测 他说预测未来是什么 虚实整合 未来能够在原宇宙的 原宇宙与现实世界里面自由穿梭 而虚拟世界的经济规模 要超过实体世界 当然什么叫做这个应该说虚实整合 而所谓的什么这个 从原宇宙跟真实世界真实穿梭 那就已经跳脱我们以前讲的什么 爱客任务 你看你要像你要你要到原宇宙 你还要头脑插个什么东西插着 然后你就昏倒了 那万一在原宇宙里面出了什么事情 你可能又回不来 他能够未来什么样 是虚实直接穿梭 当然这听起来也是说真的 很难想像还是很难想像 只能用想像的嘛对不对 但是他告诉你虚实整合来了 因为呢今年6月份 他为什么要透过视讯 去跟大家分享这些呢 因为他有一个建筑 他的建筑 他的新的建筑啊 他是怎么来的 他用超级电脑去模拟他的一个建筑 模拟他的一个灰达 本身这个新的一个建筑 他说呢 他设计建筑是完全在虚拟现实中完成 我们一般以前的设计方法 可能哇这边画图画了半天 好几个人即时广义对 这个图不行那个图不行 然后用什么建材什么弄了半天 你光这些纸张 或光是一些什么材料 试着的消耗就很多 但他不是哦 我全部都是在虚拟现实中完成的 那回答的新大楼叫做旅行者号 为什么叫旅行者号呢 本来我也听不懂啊 他旅行者谁在旅行 是机器人在旅行啊 他预留了宽敞的走廊 让机器人供行走用 那机器人行走 我们以前看过机器人送餐 什么机器人 鸿海不是以前做机器人 做到不做了吗 现在很多饭店 其实开始都有机器人送茶水了啊 他没那么简单 他没那么简单 你看除了递送物品之外 他是为了什么 员工远距亲临 什么叫远距亲临 我在家里 我坐着 我把灰达的虚拟头盔一戴上 我就可以上机器人了 然后呢 员工把自己怎么样 上传哦 上传到机器人的电脑 透过VR跟AR的头戴装置啊 去抄机器人 在远距里面办公 这样大家有点懂了吧 所以我戴上头盔以后 我就等于是那个机器人 然后那个机器人去帮我做 任何我要做的事情 对 而且他也超越了祖克伯 祖克伯他本身 他的元宇宙是 人是不能移动的 他是可以移动的 这个大家应该做的 这样一想 你就忽然就融会贯通了嘛 对 我就变成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就代替我 这就所谓的虚实 虚实之间的一个传说嘛 对不对 然后他也提到什么 他说这个人们啊 浪费了大量的东西 去补偿没有进行模拟的事实 我们刚刚讲了嘛 这个你要这个设计 本来要花很多很多很多钱啊 这个去试这个试那个 他不用 不好意思 我们虚拟世界全部完成 对不对 所以他说未来要怎么做 他说呢 当然这是一个建筑是个例子 但是他说怎么样 他说呢 未来怎么样 他在元宇宙里面模拟工厂 模拟什么 模拟植物 模拟现实世界里面的电网 所以你看到哦 电网是用模拟出来的 那是不是不需要电 的确没有错啊 里面电网不需要电 那外面 接着元宇宙的是需要电的没有错 然后呢 如此一来怎么样 可以减少浪费 他说可以减少几百亿美金的浪费啊 我一开始看也看不懂 可是如果你刚想到 他的这个大楼是用VR的方式 在里面做出来的 那你就懂了啊 我未来设计东西 以前大家知道 我们就假设打造一台车子的话 你看光是要把车子弄好之前 这些材料你要用钢啊 用钢用铜用铝用什么材料 你光全部试完一遍 是不是就浪费很多成本 可是在虚拟世界当中 我坐出一辆车 我在这里从无到有 然后从他试跑或什么 然后到现实社会当中 就真的是完全可以用吗 的确没有错啊 类似所谓的3D列印 类似啦 不能说完全相近 我在里面试完 我发现铜 钢或者是铝 哪一种比较好用 发现铝比较好用 对不对 然后呢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 什么号码的铝 其实我里面都已经建好 所有的资料了 当我设计完成之后 是不是完全这些当初 在那边试了半天的成本 都省下来 就类似如此 所以呢 他说为什么 这就是企业会因为元宇宙 而获得经济收益的原因吗 他们会愿意购买 这种人工智慧的能力 而且有望可以省下怎么样 数十亿美元 所以我忽然看到这篇 我忽然想懂了 我本来在想 虚拟电网要干嘛 虚拟工厂又是要干嘛 做不出来 不是哦 设计完之后 当然东西还是要做出来的 只是他省掉了什么 以前你在那边试车 试什么成本 未来说不定有一天 台积电的一个制程 到不知道什么奈米的时候 他也不需要跑那么久了 直接在虚拟世界弄完 也不用什么风险市场 我直接弄出来 第一片就可以用 我想这都有可能发生 那另外一个元宇宙的一个大师呢 应该说就是 应该就是超微啦 不过他比较没有讲 那么多理论性的东西 因为毕竟这个华人 比较没有像这个 应该说不是华人 其实黄泉鲜也是华人 他没有讲那么多 这个理论性的东西 不过他告诉你什么呀 他接到了Meta的订单 就是现在的Facebook 他用超微的EYPC的一个系列处理器 来支援他基础建设 他说全美的第一台 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 这个包括什么 这个他主要 里面内建这个所谓的EYPC的IMD 一个什么Instant的一个处理器 对不对 我想就是内建他东西嘛 他接到这个订单 然后呢Meta这整个计划 这整个计划呢 这个订单当然很大 因为他这整个计划 明年要投多少 340亿美元 当然你去想看看 要有元宇宙超级电脑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强 运算能力一定要非常强 对不对 还有包括连显示什么都需要非常强 所以呢 他这个340亿 是什么 相当于亚马逊 Google微软 年度的资本支出 然后呢 这三家公司的数据晶片 其实我们看到这三家 其实他也都是使用 辉达跟超微 所以再怎么样 你说Meta要这样投资 难道亚马逊 微软 谷歌不这样投资吗 也可能是需要这么投资 所以你看到 未来辉达跟超微晶片 会好用 应该说会热卖到什么程度 我说真的我是无法想象 所以他有提到说 当然你看到这些超微晶片 他怎么样 他都是云端计算业务提供动能 所以这两家晶片制造商 将可扩大这整个市场的板块 把我们再线下一页 事实上呢 包括高通执行长 他也说我们有元宇宙 因为他跟Meta所合作的VR一体机 叫做Oculus Quest 2 这个东西呢 他已经卖出1000万台 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后呢 高通也跟你讲说 我的技术是进入元宇宙门票 因为如果你没有我的晶片 你怎么进去 你开玩笑啊 你难道用怎么样 用观落音的方式吗 不太可能 所以他说呢 未来这一类眼镜 很可能会跟手机一样普及 而且怎么样 大小相弱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呢 也包括我们看到 刚刚提到的超微啦 回答这些概念股 事实上其实我们讲了 在这节目 其实讲差不多很多遍了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 我们就是稍微带过就好 其实均热片里面 大家可以留意到 建策最近是每天涨一直涨 现在不只是超微啊 不只是超微要去找 去找建策 现在连英特尔呢 都需要找建策 所以呢 明年建策的这个 应该说他的题材很大 甚至不知道一拳 一拳事实上 这个怎么样 以前说真的 几年之前你懶得看一拳 一拳 10块钱左右的股票 可是今年因为有单值的关系 哇这股价呢 你看到前波最高涨到多少 涨到67.5 再来看这个上页 事实上在板卡部分啊 我们看到板卡跟伺服器 技嘉本身除了 辉达除了辉达的板卡 AMD的板卡之外 另外就是 EYPC伺服器 事实上技嘉本身也有做 也有帮他做组装的一个动作 还有不知道怎么样 滑擎部分 他跟AMD的关系 非常的好 在我们先前节目 就跟大家讲过了 事实上还包括怎么样 还有一家跟AMD关系很好的 叫漢讯 6150的漢讯 最近的股价走势也很强 那在整个晶片株里面 当然包括像普瑞 翔索 事实上你看到最近股价 老实说 全部都是有反应 载版部分不用讲 载版我们台湾这三大载版 你真的是报的越久领了越多 在上个礼拜出现了 其中有一天 其中有一天 南电股价超越台积电 不过现在看起来 是在伯仲之间 当然最高价的南电 比较低价像什么 欣欣跟景硕 事实上这些公司 其实元宇宙下来的情况之下 当然老实说 他们不用元宇宙 他们也赚很多钱 可是在元宇宙的一个情况之下 事实上他们的业绩而言 他们明年成长空间 应该都还蛮大的 好那台湾有哪些相关的概念股 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个股之外 实际上的操作策略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